第三局比赛即将开始 版行为狼王射梦人 有请主裁判入场 请各位选手抽取身份底牌 感谢小团子给十二宫 EA费头十为我独尊 正言 加油师傅 拿不到MVP请我去外滩吃米其林三星 第三局将开启费去个人视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各位选手确认撑克底牌 倒数十秒以内请代归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贴配 第三局将给待 居民水 相当 第三局 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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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选手请整理表情 想要上井的选手请先举手示意 我验八战胖——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验八心路历成这样子的 因为一些东西 就我想验八好玩家 我就这么说吧 就没有心路历成 就想验八 验出来是好人 然后我跟所有的好人说 第一天不准跳身份 一个身份的不准跳 我就归对跳 对跳是狼枪就把我带走 我不会在外置归的 因为如果我外置归到好人 相当于轮次是亏损的 我是一定会归对跳的 如果他是狼枪我也没有办法 就让他把我带走 我对所有的好人的要求 就只有两个 第一站对边 听独立发言 不要说我觉得谁是狼 因为他站边了你 所以我觉得你就不是 因为狼是可以电飞的 还有阴阳道沟都是可以的 所以好人就听独立发言站边 第二不准跳身份 第一天一个身份的不准跳 就这样 八号玩家请你站边我 就这样 景辉留我是随便留的 景下 就留个三 景上就留个十 因为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不是特别好的 我看你天亮了以后 在东米西米 如果十一起跳就单元三 这景辉留可能 跟我第一把汗跳有点像 但我是第一个发现的 我实在留不出别的景辉留了 九号玩家 十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 二号玩家 三号玩家我就不对话了 因为他在我景辉留里 如果你们是好人 请把票投给我 我尽量帮你们去找狼 我也不会说站边我的 就一定是好人 因为狼人可能倒狗 好人也可能站坐边 我也会听独立发言 其他就没有了 我是预演家 八号玩家 试金水 景辉留三十一顺宴 我过了 五号选手请发言 站边四 其他就没什么 因为八号玩家上景了 挺好人 我不管了 我好人 轻松 最后一把就all in了 好吧 我开盘抿论一下十号玩家 因为十号玩家 没完牌之后 一定点开心 但是我觉得这个板子 好人比较强嘛 所以我觉得你有可能 是个好人牌 这是我给你们分享的信息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我看看六号玩家 是不是好人找个 做到咱们结束游戏了 好吧 这把轻松点站边四 好人过 七号选手请发言 跳是59分的话 你这把是95分 说实话 我设想一个问题 如果你这么发言 狼人不敢起跳都能办 我觉得后志位 狼人可能不敢起跳 我当然 我不是啊 我不是 我是好人 好吗 过了 八号选手请发言 五好人啊 我觉得是这轮的 这轮的发言 相对于他第一把来说 一个天一个地吧 所以我觉得四号还行的 蛮像的 好吗 因为我底边好人 他敢给紧张后志位的 我发精髓的话 我觉得一人家 蠻大的 五号牌起身 就说要单边四 我希望五号牌是好人吧 好吗 希望你是个好人 六号牌 但紧张 我又要顶六了 怎么办 要不紧张没能跳 你跳个紧张语言家 因为你如果拿的好人 我觉得六号牌会上紧的 对吧 拿好人不就上紧分享信息吗 嗯 十一和一 不知道 还没听发言 但是我大概率会在那边试 米能信息的话 我就看了一下十二 我觉得十二号牌 身份 且 大哥率匪徒 好吗 因为你刚刚牌手都抖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牌能让你手抖 嗯 其他就没有了 好吗 我好人 那我上紧就好了吗 下次我拿了就上紧了 上把我就应该上紧了 是吧 那就这样吧 好吗 过了 十一号选手请放言 终于拿到好人了 呃 四号跳渔原家 这么刚 还是很好 那 这种局面的话 应该是一号了 因为你的力度很大的 给他八 然后五号的状态 像好人 说实话 我们拿了两把吧 捅身份 结果 巧克力 给我说 OK 咱们又捅身份 我听一下很轻松 因为好人这种局 优势很大 七号玩家发言不好 紧上来说的话 真的 五号轻松 八号精髓 四号渔原家 十一号自己是个好人牌 那你是个什么 大概率能人 然后八 精髓点的这个十二 我觉得点的很对 然后九和十里面 也得有东西 囊面也有 所以说 我建议改一改 金灰流 就十一就真的不用了 三你也不用去管 九和十里面开 我的建议 你待会听一下 你拿着预言家 就只能干这个事 其他的没什么 一号压力蛮大了 你们看你是 击下来还是不跳 我给你的建议 跳的话真的是送 其他没什么 十一号好人牌 过 一号选手请发言 六精髓 七号顺眼 什么要压力很大 我底牌是原家 那个四号玩家 焊跳的状态挺高的 可以的 锦上 我可以说 五七八十一 中间肯定有狼人 但是你们有一个人都没有战队别 我底牌是原 首先 那个 我认为八号玩家 不是特别像狼 你 因为你 我是大概 我想去留你 景辉留的 因为他发完 我就想留你景辉留的 但是我觉得你的反馈 不是特别像狼人 第一是 他抱你进去的时候 你的反馈是这样 低头有点摇头 我觉得不是特别像狼 而且你四个狼 你去点锦下的十二 我认为 单点点一张十二 我认为是没有太大收益的 十一号玩家 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像狼 我景上 我就觉得八十一 可能不是特别像狼 我给身份 我不会给死的 我景上觉得可能不像狼 因为十二这个位置 他去点了八点十二 十一的位置 去点了八点十二的那个点 而且十二 而且十一对于五七的点评 我也觉得还可以 因为七号玩家 我不知道你认为 你是个好人牌 能发出这个 那个 你第一把跳是五十九分 第二把跳是九十五分的眼 一点逻辑都没有 你跟第一把是一模一样 第一把你是好人 我觉得你这把不一定是好人 那个 其他也没有太多 我看的九十二 我觉得是要开朗的 那个十二我是真不知道 因为八去点的时候 我没有八号 我没有觉得八号玩家一定是 验六的心路历程 我是第一个 我是定错了六的身份地区 第二个我是想赢 我觉得六号玩家 还是挺有带队能力的 因为我七号玩家 也有想验过 但是因为你 今天有一体验比较差 我没有去翻你 就这么讲 我六七里面验六 我要吃这个警徽的六号玩家 其他应该没有太多了 因为他留了三十一 发言时间到 警上发言结束 退水自爆环节 五四三二一 依然在警上的选手有 一号四号 请请下玩家准备投票 请贷亏 请投票 三二一 二号投给四号 三号投给四号 六号投给一号 九号投给四号 十号投给四号 十二号投给四号 投票结果 四号当选警长 左页平安宴 请警长决定发言顺序 三号或者五号 三号选手 请发言 三号请顺序 我投票给四号 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两张院加警上发言 四号状态比一号更好 且你一号的位置发言 你是认为警上你空宅了 你认为八号底牌是个好人 你认为十一底牌是个好人 你验的精水是六号 七号发言你说你 你也就是给了一个很模糊的电影身份 你认为九十开飞 你四跟你对跳 那四九十当中三进二 你也不去聊这个十二 你的视野里面四四流了我三第一警会流 在你身边也没有我这张三的 所以我认为有可能你的 你点的狼坑不是特别的齐 且我觉得四号警上发言 就是让我觉得最像预言家 就是他说 我是不会管你们外之位去投什么票的 我就一定会去投我对跳的 如果对面那个人翻牌 就让你们正视野 我觉得作为一个预言家发言发成这样 我在底下听了都想鼓掌了 我底牌是个好人 所以我觉得一在锦上发完言 而且你是莫智慧发言 你听了潜智慧一圈的发言 你发的智慧言让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 吃票型上来说 你只吃了六一票 你为什么要去验这张六呢 就是想验 我认为四去验八的信用历程 因为上一排我觉得非常能理解 我觉得他验八 我就已经觉得挺钢铁 而且他发言发得特别好 所以我要战变这张四号牌 就这样 我底牌是个好人 过 八号选手请发言 我战变四式状态 那你三号玩家 我觉得打一号玩家都不在点上 我并没有说 他一号玩家对潜智慧 潜智慧没有任何的点评 我觉得是有点评的 我觉得五七两个狼人牌 潜智慧谁去保了我 我觉得五号玩家坐姿跟上把一模一样 哪怕是说轻松或者怎么样子 我感觉他演出来的 七号玩家也是我名的一张狼人牌 你特别的紧张 你拿好人牌的摄影 瞳孔都是放大的 没有看出来 好吧 那你在这个位置你站边四六号玩家投票给一的 那你三号玩家对六号玩家这张牌怎么定义呢 全部上票给四 你在三号位这里有没有质疑过一点点 你有可能站错边呢 所以说我三 我听发言 我觉得三号玩家不好 四一 其实逻辑什么东西我没有听进去 但是我觉得四号玩家状态上预言家 我觉得名挂向五七两张狼人牌 好吧 等会儿再听听你七的反馈 因为你刚刚瞳孔变大了一点 不要反馈 哎呀 我不知道 我觉得三不好 五七我名的狼人牌 暂时站边四吧 到时候再听听六号玩家在莫之谓的看法 好吗 我又不知道 过吧 我再听听发言 一号宣说请发言 我觉得警察是不是可能我警徽流流的有问题啊 因为我觉得九十没看完 我没有去进医院他们还是怎么样呢 我警徽只吃到了我精髓的一票 汉条狼状态是挺高的 因为我警察没有发完的言是什么 我警察我想大胆地给八十可能都偏好的身份 因为他八十一偏好的身份 因为那个是去 他去有警惠流的时候 我看到十一是很认真的听他的发言的 我觉得也不大像两样见面的关系 且十一是对前队每张牌都有过点评 而且跟我的视角是比较接近的 我肯定不会去点点二十号 因为我不知道是个啥 你们可以点我是不能去点的 因为三号玩家我知道 他拿狼大概率会去冲锋 我是不大是也是不大能进我的宴的 我可能是没有去留警惠 留了这个二 我觉得二 你是不是去帮四填我的狼坑呢 你的发现是什么 在我眼里是四是一个定狼 五七中间我觉得可能开狼的 因为我觉得八十都偏好 五七中间我偏向于七 因为我跟十一的视角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说我认为十一可能是好人 我认为七聊的那个什么九十五分五十九分 我觉得狼的一匹 而且五的状态上也比较轻松 他打五七双匪 就特别不像一个那个好人 我感觉而且要像舔我狼坑的那个狼 因为五七怎么做两个 五七首先你认四是预言家 你投票给四的 五七都是在面四 你怎么可能会出 那个三孩 你去点三五七 我感觉特别像舔我狼坑那张牌 我感觉我都被反向电飞了 我底牌是预言家 那个十二号玩家 反正你总归 那个你也别来弄我 好吧 今天我就一定投四号玩家 我不知道是 因为我是觉得 八十那个位置都还行 五七中间可能会开一张 我偏向于七 九十里面可能要坎匪的 因为你们八十一都给十二去那个匪徒身份定义 我想验到二大概就定义结束了 可能是不是我没有留九十警惠 我给你们一个体验给错了 你们是个好的能站对 我希望你们能站对边 但是你们都投给了那个狼 我也不知道你们在玩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我警察身份定义给错了 反正我觉得二是一个狼 那个三 我觉得你能不能 他是不是一个站错边 我也定义不了 天 我觉得这把真的挺难的 十二又被十八十打了 八又是个 井上精髓 三十秒 一四精髓 我这井会就怎么留啊 我签字会的 我看得验吧 行吗 今天一定投四过了 十二号选手请发言 第一局的时候 那个四号玩家发言跟这句 那个发言是不大一样的 但是状态确实有点还可以 但是我也没有一定认下来 但是一号玩家你的发言就有点不太好 你说你觉得八号玩家 十一号玩家都是好人 八号和十一号玩家都打了十二 八号玩家和十一号玩家紧上 十一号玩家说 可能那个什么都说 就是铁站边四的意思就是 你凭什么能把八十一 两个不站边你还都保下来 八号玩家是四的精髓 四号玩家跟八号玩家对话 二说我不说原因了 就是想验你 那你觉得这种发言是不共编的 还是共编的 你为什么一定觉得八十一是好人 毕竟你紧一下觉得二是狼 你觉得二号玩家在填你的狼坑 二号玩家发言差不是拉崩的是四的团队吗 不是在填四的狼坑吗 所以你发言就很奇怪 你又跟我对他说 让我不要来搞你 你知道我底牌是什么吗 我是狼我可能去搞你 但我底牌不是狼 但是你是不知道我是不是狼的呀 对不对 所以你们对我都第一局就说了 第一局我上了你是想 都不熟的情况下我说了后面两句 我都没有上进 我对吧又是好人 我说了你们阎宝不准 就不要瞎那个阎杀阎宝 八十一我不知道底牌是啥 因为四如果是约然家 你八十好人 你就不要来打十二了 十一号玩家我不知道 因为你们这个阎下阎宝都不准的 就没有必要说出来 因为我底牌是好人 你们定预测我的身份 并且是在没有听完发言 是不尊重我好吧 然后那个我觉得二是好人 因为二号玩家说 七号玩家 九号 七号玩家 几号玩家 十郎还说三不好 他站边四打了位置很多 那只能说是电飞四 但是二号玩家说什么 瞳孔 放大什么什么 包括他们两个人 还对视了 我都看在眼里的 那个七号玩家 跟二的反馈 包括二号玩家又说 你刚刚就是 瞳孔放大一点 我觉得这种发言 有点暴水箱好人 所以你一又打二 我又觉得 你不太像越远家 并且 确实现在没有人占边你 如果你是狼王 那这种解释就是正常的 因为没有人占边你 狼都在倒沟 因为你的视角太奇怪了 井上八十一都不占边你 你怎么可能把八十一都保了 又不 视角又不记十二 那你觉得他们是好人 你觉得他们 那个眼纱是对的 那你井后也怎么不留十二了 对吧 你又验二 你就二号玩家是你的垫飞 二号玩家根本就没有站边 你怎么垫飞你啊 垫飞也垫飞四啊 所以说二三里面 肯定是二号玩家 发言更好一点 我是觉得 六是投票给你的 没有听到发言 五号玩家确实 井上表演的是说 自己很开心 怎么怎么样的 可能是觉得 那个 大家都是好人吧 什么四啊 什么 三十秒 什么八啊 什么之类的 我没有觉得 一定是好人 然后井下的话 九十是跟我站边是一样的 所以 我就把井上 但井上那个八十一路 你们 八退是八 你们就不要那个 再延杀了 因为我这把 底牌又是好人 我这段时间 可能还是想站边四吧 因为一号玩 这段发言 没有打动我 时间应该到了吧 过了吧 十一号选手 请发言 十号玩家 你来管吧 我不管 我听不到他发言 十号玩家 九号玩家 我觉得反正有问题 七号 跑不掉的 铁了 二号玩家 我保了一下五 但是打的是七 你觉得我跟他们 我跟五和七 共编不 保一拿 打一拿 然后我跟狼队友 没道理啊 那 一七 双狼 我觉得三号玩家 也是一张狼人牌 给你当过狼队友 所以说 三五里面 很容易就秒分 这就是 我为什么 有视角 然后六号玩家 你投给他 我建议的话 看你院家 怎么工作吧 有可能 六号玩家 是一个迷途的 高养 然后你 去验验他也行 我想一下 那现在 基本上狼坑位 就是一三七 十二 这个发言 怎么能打动 反正就精髓 在管十二 你严杀 有可能严杀对的 这个东西 八号玩家 你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总是在第一轮的时候 总是全对 我是个好人牌 如果说 真的四号玩家 是一张狼人牌 那我也要吃那个状态 我也相信 我觉得 都有过经历 第一盘 所以说 而且一号玩家 这轮发言 真的没有 打到我的内心深处 你在打三的同时 打着打着 突然就说二 铁狼 二是一张盘盘 怎么一个跨越 我真的是不能理解 这个十二号 他是个X身份 他打动了我的内心 他就聊到这一点 那你觉得三 是电飞你 那你就说 三是一张狼人牌 那你不能说 二是一张狼人牌 那你要不就是 二三双狼 四是你的 那个什么 汉跳狼 那二三四 二三里面 必有一浪 但是你绕过来 三十秒 所以说 我觉得 怎么能走进内心 一个预言家 还没拉到警徽 连最后的三四秒 都不用完 这最后的十秒 或者五秒 心态 不是一个预言家 所以说 对不起 那个一号玩家 我是认不下来 我再听一下 六号能不能 一网狂玩 我就听一下六号飞行 我觉得你像个好人 过了 十号选手 请发言 战编四 于晴 于礼 于礼 一号玩家 首先 四号玩家 在你眼里是汉跳狼人 八号玩家 是四号玩家的精水 警尚是直接战编 四号玩家 觉得四号玩家挺像的 七号玩家 说让后志位的狼人 别跳 十一号玩家 说他觉得 四号玩家挺像的 他的工作量 是保了五 觉得九十里面 开问题 你认为八号玩家 像好人 八号玩家 警尚给的信息 是十二号玩家 是偏匪 你给了八号玩家 好人身份 警下的十二号玩家 你是怎么定义的 这是其一 其二 你认为十一号玩家 是好人 十一号玩家 给你的信息 是九十里面 开问题 你记下告诉我 说你要九十里面 要给游戏体验 你愿意还挺慈善的 对吧 这是余礼 余情 我就不说了 好吧 警下三号玩家 你前面的发言逻辑 讲道理 我一个字没听明白 实话实讲 我真的没大听明白 但是你有一句话 我觉得在意识形态上 心态上不是很像 一个狼发出来的言 你说我这么一句话 你说 我听了四号玩家的发言 我都想在井下 都想鼓掌了 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这么做作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这么做作 我觉得你就 只有这一句话 特别像好人 不太像是一个狼 发出来的言 二号玩家 你去点到三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三号玩家 前面逻辑 在逻辑上 你去点三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二号玩家 你有一个问题 第一 三号玩家 是跟你一起 站边四号玩家的 三号玩家 你就算觉得是狼人 三号玩家顶多敬艳 这其一 其二 你说 六号玩家 你要沉底 听听六号玩家的意见 你站边四号玩家 一号玩家 是汉跳 六号玩家 是站边一号玩家 他是疑似狼人 为什么能听他的意见 在你的社交 你是不是默认 六号玩家 是好人 这是二号玩家 你的发言问题 十二号玩家 能进保二号玩家 还保 那你愿意保 你就保 好吧 十一号玩家 我觉得你总体 发言格是 站边四 总体发言格式 不是很像狼 而且你去点过二 点过三 你觉得十二 不太像狼 但是 你从井上 一直点九十 开问题 首先我是一个好人 我要去听九号玩家的发言 你井上 井下 唯一 集中的一张工作量 就是九十里面 开问题 反正我是好人 我就会去听九 如果九号玩家 我确认是好人 三十 你是好人 你就会打 反正你是打错 九十两张牌 你就会外周围去找 如果你是狼 你就是狼吧 好吧 别的就没了 我过了 九号选手 请发言 雨晴 井上的站边 一定是站边四 雨里 我想 我要第一个横跳 我觉得这一轮一的发言 和他的那个状态 很像 雨原家 我准备再听一下 四号玩家的发言 如果发言 我打不出 井上那个 井上四号玩家 我可以给你 很高的分数 但是 其实 除了状态以外 很多东西 我没有听到 我要听四号玩家 点狼坑 我不太想帮四号玩家 点 我点我自己的 二十好人 三号玩家 不一定 使我听 这是最像狼的 十一号玩家 我不知道 十二号玩家 没觉得 他一定是狼 那个十号玩家 我告诉你 当十一号玩家 给出 一三七十 三个狼的时候 一号玩家 今天井下 有一句话 他在点七的时候 就一定不是 点狼同伴 就这一点 如果你好人 可以捕捉到 这个细节的话 你会有所动容 你不太能 点一三七十三个 这个狼坑 点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的视角是不对的 但是当十号玩家 说看到 一号玩家 这个胶着的状态 都没有一丝丝 动容的时候 然后又认为 二象狼 三号玩家 不知道 十二号玩家 不知道 十一号玩家 不知道 我给不出 十号玩家 我第一个 先横跳 但我听 如果四号玩家 那个 警规的发言 非常好的话 我再想想 我不太 说实话 我不太 不太想那个什么 不太舍得 那个就是回头 但是我听一的发言 确实是 我有所动容 你 打二 我在想 如果你是狼 你颈上打的是 就是你觉得 五七可能要开了狼 为什么你觉得八不是 颈上的视角里面 其实五跟七 和四见面的可能性 都要比八小的 所以我在想 那个一号玩家 是狼的话 他点的全都是 不该点的位置 他就是想死 他是狼王 铁狼王 就他的发言 就铁狼王 但是他整体的状态 就不是狼王 这是我对一的定义 所以我必须要 重新再听一下 我可能半只脚 迈过去 但是没有站死 30秒 颈上现在没有一个人 站四的边 所以一号玩家 只能是狼王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就是一个狼王 而且四号玩家 太过轻松了 所以我要想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 锦上是起了状态 所以我在 我现在半只脚 已经迈过去了 于情 我是不太想不站四 我是很想站四号玩家 那边的 但是 时间到 八号圈首请发言 我锦上听了一的发言 我都想翻水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能吃这么多票 好吗 因为是我锦上 在那边是纯靠状态 因为他的状态 我觉得他跟第一把不一样 但是他的发言是没有逻辑的 他那种发言 什么第一天就出对跳 什么样的这种发言 老人也能发 好人也能发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说 他的状态给我感觉像语言家拍 我没有觉得十二好人 你不用看到我 我觉得你还是老人 十一蛮怪的 我觉得十一吃四脚 我 我觉得九 可能是我这一轮听下来的 就稍微偏好的一张牌吧 因为十号牌 你底下是个好人 你在那边是没有理由 就我听是发言 预言家 可以了呀 打那么多一 打那么多二 打那么多牌 干嘛呢 我觉得没有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觉得十号牌 也不是 可能四十这两张牌 两张牌这把是狼人 因为十是狼 去勾四 我觉得是勾不住的 好吗 这个游戏总归是 逻辑性游戏了 不是谁的声音大 谁就是预言家吧 但是我没有彻底凡能水 好吗 你可以最后莫子为聊 反正我会脱我的票 但是紧三人来说 我觉得一的视角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能就紧会留 留二没有留九十厘米 其中一张牌 是有点 那什么 好吗 七我不知道呀 他们为什么都打你 可能七是我视角盲球 看不到他的表情 也没什么 这个二号牌说 他瞳孔放大都能看得见 有点 我目前来说 我是买偏向一的 因为九号牌也说了 一号牌的状态 是比较胶着的 四号牌比较轻松的 如果一号牌是个狼王 对吧 狼都去倒钩了 准备去把他的狼王 给干非数据 让他开箱带四 那一号牌 真的有点眼到我的 但是总归还是听发言 最终还是听发言 我如果四号牌 四一元家牌的话 我希望就逻辑性强一点吧 我觉得十二是废图 真的废图 可能这把 到结束都停止不了 除非你明天跳身份 你要那个四十一元家 我就精髓 我精髓要你拍身份 好吗 不管你拍平民也好 还是拍什么乱七八八也好 都行 二和十一都告诉我 听六发言 为什么呀 你们六都没有发言 你们都要听 说听六排一排 这感觉就对一个好人说话 三十秒 我 最终会听了四的发言之后 我会选择我的投票 过了 七号选手请发言 如果四十一元家 那坑位就一三五六十 你是精髓 我跟你对话 我认为十二真不是 我警下听完发言 我给二九十二 我就觉得都不像狼 我甚至十一号玩家 我想问下你的心路历程 你攻击我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是好人 我再给你唯一的容忍度 我认为你 你还不是特别像狼人 因为我认为 你跟我的视角 潜质对十二和二的定义 还是挺像的 如果你再打我 那就不好意思了 十一号玩家 这是我最后一次 跟你对话 首先 为什么你们都要盘反逻辑呢 一号玩家的发言 他去攻击二啊 一号玩家是好人 怎么可能攻击到二号玩家 认为二是电飞他的啊 二号玩家发了什么 二号玩家认为 三号玩家发言不能进宝 且在这个位置攻击了七 一号玩家视角里面 认为我底牌是个匪徒 二号玩家在这个位置跟我进行的对话 一号玩家还能攻击到二 同时攻击到二七 他怎么做预言家 好难 你是预言家 数我认不下 二号玩家在那个位置 是唯一去有思考量的 认为战四是纯战 就是纯靠状态的 二次怎么在你身上里面成立两个 还垫飞你 所以你在发现什么 一号玩家 我认为一不是 我接受不了你 是 而且在你们的视角里面 为什么五七 五七警商发言 我认为 底牌是匪徒 底牌是好人 听完四的发言 都会有这种观感 四号玩家像预言家 平心而论 因为他对话了很多牌 且他的状态跟第一把天壤之变 因为大家都有目共睹 是不是这样子一个逻辑 对吗 所以我认为 警商认四是预言家 是正视角 所以这样子的发言 你们是怎么去定义 五和七号玩家的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知道我是好人 五号玩家 我身份我都给不了 我认为九号玩家 思考量向好人 我认为十二号玩家 对一二的思考量向好人 我认为十号玩家的发言 是排不了水的 可能是有点吃视角 我认为一号玩家 真不是 真不能是 我认为二号玩家 对五七的对话 而且他的状态 就挺像 他之前拿好人的样子 三号玩家的发言 我是跟你们一样 听不 不是特别听得懂 所以我排水的排是 五 不是 二 九 十二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三十秒 我也没有觉得 你一定是狼 因为你对 你告诉我十二和二 你觉得听得不像狼 这可能跟我 听感有点类似 对吗 但你是好人 情理善良 我可能会投一的 我觉得一号玩家 就是狼王 那反正四号玩家说 在那个位置 就去投对跳 对吗 我可能会战免死 因为一号玩家发言 我是实在接受不了 恕我无能 过来 六号选手 请发言 只有你打一六双狼 对吧 那前之位 没有人敢打我是狼 是吧 认为我可能是 他是狼王 我是单错边的好人 对吧 你打了我 我不认为你是狼 我认为你保到三个是好人 所以七九十二二 是四个好人 三和十是井下冲锋狼 我在十号玩家的眼里 没有听到一句话是好人 一个字都没有 井上开了一个狼 我觉得不是你五 因为我这样盘的 四哪怕是狼 四五不太能是双狼 因为第一把四给你 发汗跳 他汗跳给你发精水 你在井下 你可以选择去冲锋 或者倒钩 你也不能是一的狼同伴 上来去打倒钩 所以我觉得凌空 可以先把你摘掉 我听一听你发言 我觉得二是好人 因为二打了三 十二是好人 十二其实要听 后之位发言的 尤其是六八 我没有认下八 一定是挺好人 八和十一开 最后那个狼 一定在井上 我认为井下 不可能是三狼冲锋 你是好人 四是第一个位置发言的 他可能状态高 也没有爆点 你也不能聊 我觉得一发言 就是语言家 他点评过所有牌的 他点评过十一八七的 他只是打了你是狼 你是好人 十一就是你眼底的狼 井上那个狼 对吧 八和王家 我到我看你票 我出四 我出四 那么没有人打我 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是那个饮水 对吧 因为我觉得七宝的三张牌 不是狼 尤其是九号玩家 还有十二 还有二 我觉得不是狼 我跟二号玩家说 我觉得你不像狼 因为你打了三 我觉得三是定狼 没有理由 去打冲锋 因为我认为四十狼 所以三十是井下冲锋狼 还有一个狼 我只能在 五八十一里面找 我今天出四 只有你一个人 打一六伤狼吧 他们去站边的四 野里没有狼 尤其十 没有狼 就一个狼 全世界五狼 他前世问的张牌 说要听我发言的 我可以改变他的想法的 他得去打他 或者打我 是叫爆炸 对吗 所以我认为二号玩家 可能可能 打了武器 是两个好人 但我不认为你是狼 我童口也很大 好 然后呢 我会站边一号 三十秒 我一定会站边一 我一定会站边一 好 你们也说了 他只能是狼王 开不出来枪 你吃毒吗 过 五号选手请发言 我听六的发言 是个好人 那我就给你个饮水吧 好吗 其他没什么 我可能会站边一把 我井上的鲁莽 我跟在座的好人道歉 因为我单点听发言 我觉得六是个好人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不能放 虽然你单点我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不知道你是上什么底牌 因为你打一七两匪 我自己觉得不成立 因为七号玩家井上说 一那个后职位的那个叫什么 狼人牌 你就要么自爆 要么就是单边预言家 七都疑似给一号玩家 我们现在所谓的预言家 单点对话了 那一七身为两统 狼总归知道的了 对吧 所以说一号玩家 是不是应该疑似听七呢 我自己认为 因为前之位 我一张好人站边了四 七 八 还有谁来着的 十二 还有个谁 十一也站边了四 那为什么不双爆呢 对吧 而且 我单点听二的发言 也是个好人 因为你虽然打了武器两张牌 但是你说那个瞳孔放大 我觉得你不太像一个狼 去这么仔细地观察我们好人 我觉得以你的闽人 因为你上把敏了我是个狼 我很承认你很厉害 但是这把你是真的敏错了 所以我觉得二号玩家 你点武器其实很自信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投铁自信的好人 我劝你一下 因为我单点听三的发言 跟上一把狼是一样的 如果十一你是个好人 你听懂我这个发言 所以说我觉得三是个狼 一号玩家 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预言家 因为我认为的六号玩家 你的精髓是个好人 而且前之位是没有人打过六的 你们站边了四 那唯一一张给一投票的六号玩家 那是不是一张狼人牌 疑似狼人牌呢 对吗 你们又不敢盘 一号玩家一定是个狼 往外之位去外搂 我都没有听到这两个字 所以说一号玩家 我觉得有可能是个 有可能是个伪逻 但是我听六的发言 是个好人 就这么简单 八号玩家 我也不知道你是个啥 我觉得我锦上的十 可能就是点错了 他那个开心 可能是狼的开心 我也不知道你是啥 好吗 不是开心 就是嘴角有点上扬 其他就没什么了 我觉得可能是三四十 最后一张的话 七八十一里面开 七八十一十二里面开吧 我听了九 前之位的狼都去一次冲了 那九号玩家是一个 一次的好人都去冲了 九号玩家是一个狼 他没必要第一个出来 所以这一轮我也先放放你 八号玩家 我有锦 八号玩家 我觉得是七八十一里面 那个身份比较高的 因为我认为 有可能我的主观印象 你上井有可能是个好人 好吗 我今天看的投票 我想占边一 但是我还是会听听 四号玩家的发言 我头也不铁 但是我认为六十个好人 我想听听看你的发言 如何对六进行评价 如果说你打六十个死匪 请告诉我原因 好吗 我是有可能 我是最后一张好人 那我自己不太愿意外喽 我就觉得一四 但凡有狼王就正视角 因为这是个好人领先的板子 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这个板子 就是好人比较好赢 所以说即使 哪怕一四里面出狼王 开一枪 我们还有两三张牌 发言时间到 四号选手请发言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如果你是好人 你想赢 你就跟我走 九号玩家同理 因为很多人都保了你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你说你要听我发言 你要我点狼坑 首先 我是吃大量警惠的 因为井上很多人都要占边 我觉得我发言也很钢铁 首先狼是可以倒勾我的 你要我第一天点三个四个 我做不到 不可能 那个五号玩家 如果你是好人 你说那个都要占边我 一是狼为什么不双抱 首先这个板子是有狼王的 是有射梦人的 是有可能射出平安夜的 其次 狼是可以倒勾的 昨天第一局的比赛看了吗 预言家查杀一个原地起跳的狼人 狼人都在倒勾 好人都在冲锋 不记得了吗 八号玩家 我希望你不要烦我的水 上次在这里 烦我水的人 是买买题 他输了 输得很难看 一号玩家为什么 我会留二三井会留 很多人保啊 但我没觉得二一定是好人 因为我听七本轮发言 不是很像狼 五号玩家说 想听我发言 所以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一六是两个狼 你说那我就给你报个饮水吧 我觉得你可能不是很像 跟他们认识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是那个好人 六号玩家为什么是狼 是因为他说 我就听一是 四为什么不是没有 没有逻辑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狼 六号玩家 一号玩家跟六号玩家 我觉得就是两个狼 因为你是好人 我根本听不懂 你不占编我的逻辑 你是好人 你就告诉我 我为什么不像预言家 可以吗 二号玩家 为什么我会敬艳 是因为他占编 我在井下 直接点五七是两个狼 我当时不知道 五七是什么 我本人听七发言 不是很像狼 如果六是狼 我可能不是 所以你可能点了 一四两个好人 说要占编我 你是来赃我的 就很像倒钩 一号玩家 我就告诉你们 一为什么不是预言家 因为一号玩家 井下的发言说 二号玩家 你是不是来填我狼坑的 二号玩家 却是把票投给我 四号玩家的 他说二号玩家 在脏他 因为二号玩家 打了五七 那二号玩家 怎么做成我的统伴 二号玩家 不是要做狼 只能做一的狼吗 二 因为二是点 没有发过言的 五七 井上只发了一轮言 说要来占编我的 所以二是狼 只能是一的狼 不能是我的狼 能懂吗 同样他采了三号玩家 来占编我的人 太多人保二了 我无法给他一定的好人身份 我觉得十不是狼 为什么都能打到十啊 我觉得十不是狼 我听十 十到十二 要开狼最多开一个 我会二三顺言 因为很多人采三 我怀疑三可能是 被那个狼卖出来的 同伴 因为他们得采同伴 拉好人的票 我觉得十二 你不是很像狼 是因为你盘的二是狼 是只能做一的狼 做不了我的狼的 能懂吗 六号玩家 觉得二号玩家 是一个铁好人 一号玩家紧要说 二号玩家是铁匪 脏他的狼 六号玩家 四号玩家 怎么会觉得 一号玩家一定是预演家呢 所以六是狼 能听懂吗 八号玩家跟我投票 七号玩家 你是好人也跟我投票 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 发言时间到 所有选手发言完毕 请先代亏 请警长归票 警长归票一号 所有选手准备投票 请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一号投给四号 二号投给四号 三号投给一号 四号投给一号 五号投给四号 六号投给四号 七号投给一号 八号投给一号 九号投给一号 十号投给一号 十一号投给一号 十二号投给一号 投票结果 一号出局 请发表一言 那没了呗 我约人家走着 他说警下六十个狼 一六十两个狼 他就要去经验二三 得说他认为的是 警下开多匪 他对话五号 他说五号玩家 你不一定是狼 七号玩家 八十他发的精髓 十一号玩家 他也没说他是狼吧 那他思想不就警下多匪吧 警下多匪 我一张票吃不到 我拿什么做狼 不是我不知道十二是什么 因为你们警上的牌 去点十二是个狼 我不大可能 四脚开到警下这个十二的 我也没有去经验 他的必要 因为我警上已经给过了 八十可能骗好 我已经给过理由的 因为他在他汗跳的时候 我是有仔细听 八十给四号玩家的反馈的 我都觉得不是特别像 且八号玩家警上 如果他跟他共编 他没有必要去聊十二 有可能是个废图 为什么我会觉得二相个狼 首先我认为 五七中间不大 可能能 因为四是个定狼 五七不大 可能开出两个狼 他狼队友吧 他们在前队打麻将 所以说 按讲到底来说 按状态来说 因为我能给十一号人身份 是因为他对于五七的定义 是跟我相同的 我认为七比五一定差 那四号玩家今天对话五 说那个五号玩家 你可能是好人 那大家视角的警上 就是没有狼 对吗 那他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 他禁验二三呢 他验二三警会 就你们 你们觉得二十好人吧 我为什么会觉得二十狼 首先他打五七 所以说我觉得 因为二 你们会 肯定会 三十呢 二十个狼 只能坐我头 因为他 找他的船 我怕他是个反向电飞 到了他舔我狼坑 这个到底懂吗 那他比如说 你们 那可能我打错了 你们认为二十好人 他比如说二三警会 你怎么能认 他是预言家 我打你们 我蛮吃不消的 我认为两个人是三四 那个十十一二 我不一定都觉得 十二好玩家 可能你为匪徒 因为我定义不了 我根本定义不了你的身份 六号玩家 你帮我管管那个十二吧 我不知道轮轮头 离言结束 是否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请死关选手离场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2、1天亮了 7号选手请发言 我觉得我站错边了 我觉得11不是狼 我觉得1号玩家昨天点错了一个位置 我认为是3、4、8、10 所以今天就80顺头了 我觉得2不是狼 5不是狼 6不是狼 9不是狼 12不是狼 所以只有80两个狼 我猎人 我订票投石 过了 6号选手请发言 我认为5是好是狼 你不能动 你刚刚发言我不觉得是狼 我觉得他发言 我觉得5号玩家不是狼 初识 不输局你跳枪 12号玩家你跳枪 12号玩家我说你昨天是好人 我不知道2号玩家是不是打错你 40狼 8可能就是狼同伴 40欲言将20查杀 外之位的话 我认下了9和12和5 今天就出你10 就出你10 好吗 12号玩家告诉我 现在场上的4个狼是谁 你告诉我4个狼是谁 我只想知道你眼里点了4个狼 告诉我 把我点进去 外之位还有2个 14开一个 还得有2个狼 我会主要去听10和9的发言 因为我认为9的那一票是上不上去的 其他位手我出10 我这里订票了 订票出10 过 5号选手请发言 我一轮保一个 我保二 好吧 你再打我也可以保你 没必要盘一次做身份吧 因为我 哎呦 说实话 我那个1号玩家的发言 我真的是 特别感动 景下的发言 我真的 8号玩家你是不是好人啊 他你 你是好人 那死亡 死亡情况 我觉得就890顺low 或者198顺low 你订票10 那我就出10 就这么简单 我也不关心谁怎么死怎么死怎么死的了 我甚至认为 好人领不领先啊 如果你觉得领先 你就抱一下死亡情况 哎呦 我认为27都是好人呀 你跳什么猎人呀 你就 198 里面自己挖 狼查杀狼先另放 2号玩家我们先暂时放一放 要盘狼查上来也是以后的轮次 好吗 12号玩家应该 不知道 听一听 你保的事啊 好吗 我不用你来保 我自己保自己 好吗 其他就没什么了 过来 2号选手请发言 这个人啊 你要保这个人啊 你来保我了 慢点嘴 初识没有一点问题 但是我要保9 我认为9号玩家好人 你外之位随便low 哪怕low5 我觉得9不能使狼 10号玩家昨天打我 不是不讲道理吗 我在2号位这里 我不是说要保6号玩家这张牌 是因为3号玩家站4号的 别6号玩家投票给1 我去质疑3号玩家 为什么你站边4 6号玩家在你的视角里面消失了 而你改 你10号玩家在这个位置 改我2号玩家的发言 说直接 我2号玩家在这个位置 要听6号玩家怎么发言 我没有哦 所以说今天10号玩家出发 我听听8号玩家 8号玩家一直消失在我的视角 直到6号玩家 你莫志为这样子发言 我觉得 我觉得你像好人 我听9号玩家像好人 所以就参考你们的站边 7号玩家 我弄错了吧 但是我觉得5号玩家 我觉得他像狼 6号玩家 好吧 今天先露10 明天我们再开会 好吗 过 12号选手 请发言 因为1号一言 一直一直对话我 说12号玩家 轮轮投他 我只是第一局的时候 投了一票他 这局不是很多人都投你吗 为什么他一直对话我呀 我的确是好人 因为我听了7号玩家 发现7号玩家 视角其实跟我挺像的 因为当时觉得20号人 9号玩家 他说自己什么横跳 什么聊了一大堆 喜怒历程 我觉得也还行吧 所以其实公共狼的话 就出在30 然后8号玩家 我就不想跟他对话 因为如果他是4的精水 他是好人 如果他4是狼的话 那他就不是精水 我也没有 没有必要跟他对话 给他派身份 因为人都是平等 平等的 就算你接的怨言家 精水我也是好人 我为什么 你打我 你言杀了是错了 我还要给你派身份 那你讲逻辑 我哪里发言不好 那你打我之前 先去打6打7啊 他们都说我是好人 所以就打人 就不讲道理 我也没有必要给你讲道理 给你派身份 我想一想 3 因为你们前面都没有聊 34 34几死了呀 3 是死了3个 不是 3 3 4 11 11号玩家 我觉得他是好人 因为他说 那个12号玩家 发言打不动了 因为我自己的发言 其实我觉得 没有特别钢铁 如果他是狼的话 他可以来打我的 所以他没有必要说 我这个发言 一定是好人 所以我觉得 11应该是好人走的 34的话 我不知道 因为3411肯定会有一个吃刀的 你们都没有盘 谁吃刀的 我想一下 因为我觉得 70号人上了去告诉我 1不是 因为我听 1号玩家 确实你有打2 又12你也定义不了 又要跟我对话 然后又要说什么 11跟8都是好人 8号玩家怎么进宝的呀 40给8发金水的 对吧 我想一下 总归今天 就是你们信4就出2 2跟10的PK 对吧 你们如果不信那个4的话 就40是2个 因为我最后有投1的原因 是因为 大家都说2是好人 如果他是狼的话 他 我是觉得他应该去迎合一下好人的心理 就是啊 2呢 就先放着投票给我了 然后紧后就去开开看3是不是倒钩 然后也没有必要再说 12玩家我就拎出来 我觉得他是好人 你们都打错他 所以我是觉得 他的发言不太像那个狼 那个汉跳的 除非他是故意给他们打反心态 可是这样 你这轮一下就告诉我 马上要这样反过 因为我听1的意言 30秒 说什么 那个12轮轮投他 我真的怕我又投错他了 2这轮 因为2上了我觉得好像他现在给2发了个茶沙 那我就拉20PK吧 我可能会尊重7的理解吧 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展错边头史 过 10号选手请发言 来玩这个游戏会站边吗 会站边吗 我说猛人我第一天梦了3 昨天晚上把3梦死了 我第一天晚上梦了3 只有我能梦到3 昨天晚上我把3梦死了 41怎么死的女巫自己心里清楚 9号玩家是4号玩家告诉我的好人 我就把酒牌了 我觉得是123 6 5号玩家容错 我觉得你那个票不一定能投到 你的票是不太能投到4号玩家头上的 而且你紧上紧下点 我紧上你把握我都没觉 你一定是好人 我觉得这个边不能站错 但凡有点脑子都不太能站错 注意发言 把二头了 我往上去梦了6 猎人你要非要去钻狼坑 我也不管你 你觉得4号玩家这样子能是汗跳吗 我单点对话你7号玩家 你觉得4号玩家这样子能是汗跳吗 8号玩家是你们认1号玩家是运远家 1号玩家告诉你们8号玩家是好人 我说了3号玩家前面的逻辑 我一个字都没听明白 他唯一一句像好人的就是 他说我在井下 我听完4号玩家发现我都想鼓掌了 只有他这一句 我不知道他是狼作作还是 他是好人这样子发言 所以我只有他这一句话 我觉得他像好人 但是剩下排完这个狼坑以后 我觉得7不是 9号玩家是我告诉 是预言家告诉我的好人 8号玩家是我认得预言家的精髓 12号玩家 预言家也没告 他也觉得12号玩家是好人 所以无论怎么盘 5个6里面只能开出一张 但3号玩家就一定 我头二 订票头二 谁敢掰我的票 30秒 过了 9号选手请发言 那那个7号玩家咱们聊聊 就是你想一下狼同伴 如果40狼 40狼 不是40狼 40狼二必须得排掉 然后8 我是觉得8是一定要排掉的 4跟8 那个最后1的遗言 连48双狼都打不出来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预言家 除了状态以外 什么逻辑都没有 狼坑也没有 也不对 因为4号玩家对8的那个对话 就一定是在1的视角里边就俩狼 他连48一定是两个狼都给不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我能认下意识语言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8号玩家是那个4号玩家狼同伴 你想一下我要横票了 8号玩家说我前面一个好人给不出来 包括12 12号玩家 我你不是站边4吗 我是4的金水 你今天请下就给我拍身份 8是要12的票吗 如果不是的话 你觉得4跟8是不是两个狼 你再回忆一下 如果4跟8不是两个狼 4是一个狼 3是一个冲锋 10号玩家今天我发言 我觉得我可以认下 3 4两个 那3跟11里边就必须开一个好人 这样才可能形成双死 4是吃毒的或者吃梦的 4可能吃毒的 咱就说4是吃毒的 3是吃梦的 那11号玩家就得是自然死亡 就是夜间被砍的 所以11就排了 11排了 你现在只能找到一个狼同伴 就是3 4号玩家狼同伴只有3 4号玩家都这么发言了 狼同伴只有3 反正我不是 除非你的狼坑就是 8跟12 锦上底下两个人坐坐 812两个人坐 3 4 8 12没别的了 就能盘清吧 3 4 8 12 4个狼 如果不是 就是1号玩家 1号玩家为什么连4 8是两个狼都 都给不出来 我说实话 我独立听发言 真的2号玩家很像好人 但是我 这4狼结构怎么盘呀 2号玩家一定不是4的狼同伴 3号玩家可以做成4的狼同伴 5号玩家 我觉得不是4的狼同伴 6号玩家不是 7号玩家是猎人 30秒 8号玩家打那个战鞭 他自己狼同伴的人 轮轮让12号玩家拍身份 跪地标水 你自己盘狼坑结构去 而且我 我觉得4号玩家那个 1号玩家出局的烟 狼坑都点不起 我可能今天真的会出2 我可能中了鞋了 2号玩家 4号玩家的发言 我觉得我是可以认下来的 如果被骗了就这一次嘛 时间到 8号选手请发言 哇 这个景辉为什么在我手上 我本来听了你的发言啊 我想得到我发言 我就说出十过就可以了 不给他 那个什么的机会 就直接投一轮 但他又跳舍孟人 你知道我 我底白是好人 我底白成立为好人的话 我就感觉狼怎么都少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 我明确看的投票是 1256投入4 你为什么推那梦到3 你在我眼里唯一 也不一定 如果是狼 你只能拼了 你管我是不是设梦的 对吗 如果是狼的话 就真的很难 4的发言和 10刚才的发言 就都已经发生那样子了 什么 8号牌 你烦我谁 什么什么 之前有个先例了 怎么样 小银就跟着我走 怎么怎么样 哦 这种发言 有点接受不了的 好吗 就没办法 那只能信是一回投 投一下1 一没有开枪 那我就觉得 有可能站错别了 10跳射梦 说梦的3 怎么梦的3呀 那票型你不看的吗 1256投的是3 3 7 8 9 4 1112 投的1 我想一想 他说梦的3 那 11 没有人理他吧 那11有可能是吃刀 因为我说 11可能吃点信息 所以他就被吃刀了 4 4是怎么死的 毒死的 好难啊 如果11是射梦 他就射了3 对吧 是这个道理吗 11如果是射梦的话 他就射了3 狼人刀11 所以11 3 4 顺死 那4也是吃毒的呀 那11256里面 谁是女巫啊 你们又不跳 那只有你们 才能读到诗呀 那外周也没有女巫 女巫都站边诗的 怎么会读诗呢 你们不会 三四 九十四个 老人在这搞啊 奥有保久 我真不知道出谁啊 要不你们出我 我外周也随便挂一票 哈 我想一想啊 初始吗 我其实不太想去死的 生梦呢 30秒 是 我是语言家 过 发言结束 请 所有选手 带好规 准备投票 请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 警长请归票 10号 所有选手准备投票 3 2 1 2号投给8号 5号投给9号 6号投给10号 7号投给10号 8号投给10号 9号投给6号 10号投给2号 12号投给2号 投票结果 10号出局 请发表 一言 我真替4号玩家难过 你还认6号玩家是好人啊 8号玩家 6号玩家点的狼坑是 3 4 10 8 3 4 80 你是好人 我就只能是好人 我是狼 你就只能是狼 你还告诉我 6号玩家是好人 打完都挺厉害的 我整体4号玩家难过 就这样吧 是否发动技能 5 是否发动技能 5 4 3 2 1 10号圈头请提上 天黑请闭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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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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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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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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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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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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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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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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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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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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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是电飞吗 它会不会是倒钩啊 因为确实是反馈是比较多的 我在稍微玩家旁边 反正我是拒绝出局 我听舍弄人归票 或者听猎人归票 我是很奇怪 二玩家为什么会挂疤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异形票 三十秒 十号玩家不能是倒钩 那就只能投十二号玩家咯 六号玩家股票吧 过了 十二号先走请发言 那上一轮应该没有三浪格局 那就是三四九十 首先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不是浪 因为四号玩家说 十二号玩家你可能是好人吧 但他跟我今天又给九PK 我就告诉你为什么四九是两个 因为四号玩家跟九号玩家对话是共编的关系 他说九号玩家你一定要投票给我怎么怎么样的 四如果是个狼的话 他就不会这么去骗九 只能是同伴的关系懂吗 上一轮小瑞瑞的发言 就是我听了之后就有点震惊懂吗 他说什么 就是四号玩家怎么怎么样 这个编还能站错怎么怎么样 我在想上轮 八号玩家他不是射梦人 那他直接归了十 我是觉得他有可能是站错边的 因为他我认识盛梦人当时 视角就八一定是金水 那可能我如果这样子的话 二号玩家我投错了你 一号玩家也投错了 那这局 那这局如果那个赢的话 自己也是相当于是躺赢 好吧 但是我还是尊重敌方 我希望咱们好人能赢 如果认四是狼的话 上一轮的格局出二的 其实二完你那个票钱就一定不是狼 因为你投的是八 如果你是狼的话 你一定会跟着八去投十 对吧 所以也不排狼彩狼 那你那个一行票就是好人 那如果认四跟你好人发茶 是他六十金水 七十猎人 八号玩家归十 八是好人 总不能盘八 这么伤心命况 把自己队友给归了吧 那九就是狼 因为九号玩家 四号玩家 你们回忆第一天 他成底发言是说 二号玩家不能保 他觉得十一定是好人 为什么打十 他对话了八 说八号玩家 那个上一次怎么怎么样 就对话九 说九号玩家 你一定要站边我 那个我是语言家 就是意思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四号玩家 跟九号玩家 很熟悉的情况下 他不可能单脸去骗他 只有可能四个狼队友 这么去对话 但是跟我的对话 是说十二 我没有听出来你是狼 他是没有跟我对话的 所以说他 就是不忍心骗我 所以他没有跟我对话 他跟九对话 这是九 这是九的狼面 所以保错是九 二就没保错 其实这局是挺迷的 因为当时我编 如果站错的话 我的视角整个都是乱的 因为第二天 我还没想清楚 自己到底有没有站错 那边敲人家 直接冒出来一个猎人 让我们回头 我一下子是不能接受的 再加上十号玩家 他的发言 有点 那个状态 你懂吗 所以我觉得 我不是圣梦人 我不敢去出十 我最后是投了二 我希望要抢上就剩一狼吧 因为上一局 其实出二人不是很多 所以狼可能就是三 已经死了 四也死了 就剩九十俩了 所以出九 我跟你讲 第一天四号玩家对话九 就一定是共编 跟我是不见面的 因为他不想骗我 二号玩家的时候请发言 十二号玩家 那九号玩家我保错了 九号玩家在你的逻辑里面 昨天是不可能盘我 二号玩家是个狼的 因为六号玩家 却保了五号玩家 六号玩家去保了五号玩家 五号玩家打了你九号玩家 我明确在这个位置跳起来 我质疑六号玩家 你为什么要去 还要去保五吗 因为五号玩家攻击了你九号玩家 我二号玩家认为 你九号玩家是个好人盘 在你九号玩家的视角 这么迷糊的情况下 我二号玩家应该 来你九号玩家扛推的 但是你九号玩家 在这个位置来点我 二号玩家觉得不在讲道理 但是我觉得八号玩家 说实话的 我这个人可能 就是说到了最后 我逻辑真的 我都理不清楚 十号玩家起了烂谱状态 我真的 我满吃的 然后八号玩家 我认为你是好人排 是一条逻辑里到顺的 你不太可能 哎呀怎么怎么样啊 怎么怎么样 我相信你射默认一定跳了 你在 犹豫啊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种啥玩意的时候 我就卧槽 这个不是狼吗 那就四八双狼 狼金水 十号玩家我是绝逼 绝对不敢碰的 昨天 好吧 所以说九号玩家弄错了 那六号玩家是对的 好吧 那你来吧 六号玩家来吧 六号玩家来 你不要那么优秀嘛 七号玩家 你一优秀我就很慌 好吧 过了 五号选手请发言 你打我眼 再打我眼 没事没事 轻松点 我觉得好人赢了 我就很轻松 因为我那个啥 最起码我都有那个啥的 我觉得九号玩家是一个狼 八号玩家都已经那个 忍不住那个了 所以八归十 我还是觉得很厉害的 因为我自己底牌 不是个射梦啊 上一轮头 说说为什么归这个九啊 首先底牌 我不是个射梦 因为我有理由 怀疑八的原因 是因为八号玩家 你只四号玩家 是一头狼出去的 你应该让那边发言 第一的精水在这边 然后除非你要去搞七啊 那不知道了 反正然后我们这边 都站对边的 这边又是个反金 我那时候怀疑你 就是因为你要 你从这边发言了 但是现在你归了一个狼 那我很开心 那我就把你放了 那九十啊 先把九头了 因为我觉得九号玩家 以你的水平 你应该是会认为一 或者认为四 其中一个是预言家的 我觉得你在这个 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这么来回的旋转 倒勾 我觉得不是特别像 一个好人 就这么简单 因为十二号的发言 我觉得比九号好 所以十二号我也放下了 其他也没什么 那我保二没有保错 其他也没什么了 我觉得这把很愉快 好吗 过来 六号选手请发言 五是铁好人 他不开视角的 我想一想 我是女巫呀 第一天是车祸 第二天四导牌 我没救 我读了十一 所以导师的是 三四十一三导 我把信息跟七八说一下 我读了十一 第二天我没救四 我认为他自刀 我底下是女巫 第一天是车祸 昨天你是饮水 我把信息讲完了 因为现在场上 最最最最最多是两个狼 而我们一定有两神立着 明白吗 我把信息讲完了 所以第一天 是空刀 那么在我视角里 我是先入为主的 我接了一个一的精水 我觉得四的状态是晚上掰过刀了 我是会先入为主 因为第一天是没有人倒牌 我第二天没开药 昨天开的药 我一定会投十 十第一天他也没打过三 他联盟两天三 还打一二五六四个狼 我认为他还是好人 所以场上是最多两狼 我读了十一 不可能是三狼吧 那我们是两个神在场 有两名 像我们是七个人 有三个名 至少 所以四号玩家是饮水 我把信息报出来 给你分享 我认为他自刀 所以我没救 我读了十一 因为我说锦上 上锦的牌是五八十一 三个人在锦上 一四对跳 你在锦上是我认的好人 二打了五七 我认为五是好人 你是好人 八十一里面一定要开个狼 我听完八号玩家发言不太像狼 我就请十一吃毒 我把心路历程说一下 为什么读十一 没有救四 好吧 我也想过一层 如果说四号玩家是预言家 会被吃梦 我就没救他 我去读了十一 场上最多是两狼 他肯定不吃信息 我觉得九号玩家也没有信息的 因为九号玩家起身发言 认为我是受梦人的 我拖了十 我的心里偏向于归二 只要你能放下十二 我能放下五 过了 七号选手请发言 本来我觉得 欢声笑于打出鸡鸡 为什么你要给我多这么多思考量啊 我认为十的成底发言是接近于疗暴的 他的发言是跟你对不上信息的 他说他联门两天三 不对啊 那时事射门呀 我认为他一定是女巫 他是个狼 一定编不出来这些东西 这是一定的 如果你是女巫是好人 我觉得九号玩家也不像狼 就算十一号玩家是个狼 哇 你读的十一 天哪 但二号玩家投的是八号玩家呀 可不可能二十是一对啊 要不是就给二头了 我得找点时间 我得找点时间重新构出下我的连接 逻辑练 他头二 过了 八号选手请发言 我本来说这个平安业一出来 我就 那什么了 他失败了我就那什么了 然后他跳那个女巫出来 我就感觉瞬间的什么 你信我是好了吗 我想问一下 你信我是好了吗 你现在如果要出让 你觉得四十个预言家 对吧 四十个预言家 我是精髓 是不是道理 你不可能说什么 二四八十三个匪徒吧 那二昨天我归十 冲速某人 他不冲 他归我 不可能吧 二四八就不可能 成立了三个狼人 这个逻辑你们先理清楚 对吧 因为二四八成立为三个狼 我八号牌 就归一个十号射梦人 二就一定归十 充实不可能出八 所以 只能四十个预言家 我是个精髓 十号牌 是个被我归出去的射梦人 我本来想的是 平安夜都出来了 我本来想发现的言是什么 我说 不管你拿什么底牌 拿你的逻辑啊 为什么总要发出 那种言出来 我就很 就发出那种言出来 就很烦 好吗 听到就很烦 你要相信我是好人 我刚才 就预言家的精髓牌 听我的二九顺台 一个都别放 九狼人 二狼人 十二好人 五好人 我今天听你们说要归二 没有问题 但是你们都把九放了 明天我倒牌了 我警惠会飞给你七 你把酒给我归了 你别保他 因为九四郎 他就会封口刀 把我砍了 我明天拿了几分 你酒一定出局 就二九顺着台 我对话你这个六号玩家 女巫优秀的女巫玩家 我是那你好人 我 你经常跟我说 你是女巫 昨天起平安夜 是你旧的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觉得我把十归了之后 这局游戏输了 是 是因为枪台要归十的 跟我没关系 我听枪台说的 好吗 二九顺着台 一个都别放 十二好人 五好人 好吗 六号玩家 七号玩家 听我的 我倒牌 我警惠会飞给你七 请你把九号给我归了 过了 所有选手发言完毕 准备投票 请代亏 代亏 请警长归票 警长归票二号 所有选手准备投票 三 二 一 二号投给 九号 二号投给九号 五号 变票 七票 费票 是变票还是 变票 变票 六号 六号投给二号 七号投给二号 八号投给二号 九号投给二号 十二号投给二号 二号先 留一言 二号出局 请发表一言 你是女巫 为什么信不下我呢 我不敢去投那张石 他跳舍梦 且我认为他状态出来了 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十号如果是个舍梦 如果十号是个舍梦 那四号有可能成立为预言家 那八号就是精髓 那我单票挂巴干嘛呢 五号是我打的吧 十二号玩家是投我的吧 对吧 我的狼童们在哪里呢 二九啊 八号玩家 五号选手被DQ 二号选手 请继续留一言 你们玩吧 我真的受不了 你们就去 一言完毕 十五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二号全都请地上 天黑请闭眼 二号全都请地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四不是原家吗 八成家你不认四是原家你就铁狼 什么叫二九双狼 什么是二九双狼 什么是二九双狼 你们都说不投二的时候我要投二 你跟我说二九双狼 女巫信息爆出来了四是刀口 三根十一 不是三根十一等于是四是倒在夜里自然倒在夜里的 第一天是空刀的 三根十一里边一个是吃梦的一个是吃毒的 那个十号玩家不是圣梦人 谁是圣梦人啊 你投的圣梦人兄弟 你投死的圣梦人你凭什么是好人 你还能打出二九双狼来 你打的还是十二 啥情况呀 好恐怖呀 然后我你跟我说我还说 我说圣梦人还在 那我两次都投错了 你跟我说我是狼 你还能倒在夜里 你没啥能倒在夜里啊 那四号玩家吃刀子 如果是自刀的话 你就铁狼同伴 我是一直认四是原家的 别这样 我现在不吃你这套 你的发言就是铁狼 但我懒搭理你 我觉得无可能是狼 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二五十一 或者一二三五 你觉得能不能盘通 四只要是自刀狼 八就铁狼 但我盘不出他是四的狼同伴的收益啊 他狼同伴都这么用力了 然后都这么卖力了 除了十以外 射梦人是谁 没有 我现在找不到一次射梦人 那如果十号玩家是射梦人 因为三的那个是对上的 他知道四吃刀 他还得知道你读了谁 他才能对上三根十一里边 是不是 他才能对上三根十一里边 到底谁是 咱们是不是在浪费时间 这个局竟然能搞这么长时间 对吧 那他能把那个十一的独口对上 他不是什么人谁啊 谁是啊 那头十的你是上了狼票的兄弟 兄弟兄弟 你还想活死 那个活在 还想那个死在我 我的后面 八号小玩家 振作一下八号小玩家 反正你想活啊 你就跟那个人PK 就那个 或者你把十二low死 你打了三天 到最后你又不管他了 要打我了 你咋做好人 开始飙水 请八号小玩家 开始飙水 我现在在想的鬼故事是什么 四十余人家 十是被你们归属于的舍梦人 那 那个十二号玩家就好人 因为只有十 我们三张票挂二头上了 当二号 当五号玩家那个离开的那一刻 二号玩家是很 我觉得是比较那个什么的 比较 比较崩溃的 所以我在想五是不是最后一个 有没有可能是一二五十一 或者一二三五 自个儿去盘 我 那就是一二三五 那就是我前面投对了 是我投对了 是吗 因为我听小瑞瑞的发现 真的很很像射梦人 因为这个六号玩家 你如果是女巫 第一天狼空刀 第二天他们不可能选择自刀的 因为有可能不站边四 会不就四的 他们肯定是外置为刀女巫 或者是刀别人的 所以四十刀四应该 就是原家吧 那八就是金水 那九是站对边的好人 我也是站对边的好人 第二天我也是投的二 那也就是说保错了二 十一不知道有没有保错 因为我觉得十一跟我对话 他有什么我打不动了 我听九相好人的 然后那个三 那就是二保错了 那狼空就是一三 一三 一三五 对五号玩家最后 那个状态是演的啊 什么很开心 什么跟大家一起都是好人 其实他是狼 他跟一是狼同伴 三也是狼 三是一出一个吧 然后二就是那个被查杀 那我们就保错二了呗 因为二说什么瞳孔什么的 觉得他是好人 他说你孔筒放大 特别像狼 什么什么巴拉巴 我就不发言了 我觉得应该平安夜 狼不会空刀 因为有两张狼的牌 一定是选择拍刀了 因为五如果是好人 他们两狼 刀一个 呃八 再刀一个我 反正就直接刀就行了 所以场上就只用一狼了 一狼他们刀也不过来啊 今天不会出六七 就算把五出了 另外那张狼的牌 还要再刀一个 明天还要PK 他不可能空刀了 所以五就是那个狼 我就不发言了过了 那只有错误了 不太可能吧 四个狼玩我一个女巫 我说的形容历程了 因为今天是车祸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啊 狼王生活人还有 跟孟掩阳的情况 我没有见过啊 所以踏起来那个状态 我认为是 晚上有故事了 所以我先入围主了 啊 那明白吧 我又没打过你 他在打你啊 他在会打你空刀 我怎么办 就出五吧 出五吧 出五吧 好吧 其他不发言了 过了 过了吗 七号选手请发言 女巫同学 你欠我一个解释 你跟十号玩家 是最能对得上信息的 我以为是 三号玩家吃毒的 十一号玩家 是个闷闷的 四号玩家 你有什么理由 投十号玩家 你是最没有理由 投十号玩家的 因为只有他 他跟你的信息 是完全对得上的 哎 过程是曲折的 结果是美好的 头 过了 八号选手请发言 我想投酒 我觉得酒这一轮 发言变形 狼人 如果你们能认识 我这个好人 这个游戏发展到最后 就是什么 六七八 我们三个人做的产生 一直聊天玩 购卖玩 投九 投十二 一直购卖投五 但是我觉得酒 生了最后一个 这酒说我是个狼人 他认识是个自刀狼 四四个自刀狼 在死怎么做生梦啊 那二为什么能出局啊 二四八是不是做不了三个 我 我知道平安夜你们会觉得 五是那个狼 但是我们怎么觉得 我想一下 我第一轮投的一 投对了 第二轮投十 投错了 第三轮投二 投对了 对吧 求吻行不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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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酒吧 反正我 那什么 投了一投了二 对吧 你们要出五是你们的问题 反正我 我会归酒的 过 发言完毕请喊过 所有选手发言完毕 请警长归票 警长归票九号 所有选手 请代亏投票 请代亏 开始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停止投票 六号投给五号 七号投给五号 八号投给九号 九号投给八号 十二号投给五号 投票结果五号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本局游戏版行为狼王射梦 其中狼人阵营为一号 二号 十号 狼王为五号 寓言家为四号 女巫为六号 猎人为七号 射梦人为十一号 平民阵营为三号 八号 九号 十二号 首页 射梦人梦游三号 狼人空刀 女巫没有操作 寓言家查验八号为好人 第一天上警环节 四号当选为警长 放逐投票环节 一号被公投出局 第二夜 射梦人梦王三号 狼人落刀四号 女巫撒毒十一号 寓言家查验二号为狼人 四号 将警徽移交给八号 放逐投票环节 十号被公投出局 第三夜 狼人落刀七号 女巫开解药行程平安夜 放逐投票环节 二号被公投出局 第四夜 狼人空刀 放逐投票环节 五号被公投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正 二号被公投出于 六号被公投出局 中有关 啊好的那第三把火轮也是胜利了 这吧其实华山顿这样有很多千古名 先说一下变票的事 为什么五号家变DQ了 因为他变票了 好吧 你就是变票行为 说清楚一下什么环节 什么情况 就是在文字老师的时候唱票 二号家投的是 久的时候 我换人家从这个手势变成了这个手势 然后又变成了这个手势 这个手势我刚才说要气票 你就手放下 这要气票 你这个我们就默认你投的是实 不管他在不在 那当唱票的时候你在改派 我们就默认你实话 那变成二号家 所以我的行为是DQ的 这是我们三个财产一论 一论经过讨论的 所以时候我换人家是DQ的 不DQ应该我觉得是狼赢了 因为精髓是明确说的 有可能对吧 狼有很大优势 对大概 华盛人家有很多千古民局嘛 但今天这把我觉得是千古中的千古 再说一下为什么空刀 为什么空刀 狼第一天战术是安排自刀 但是他们自刀错了能 因为他们自刀了个狼王 华盛人家贵的是 大狼都没法自刀 公共的狼 就是白狼王 孟明言 怪盗狼王 狼王 还有狼王 狼王水悦 都是没法自刀的 所以他们当时候自刀 选择的是四号家 五号四号家的时候 我们法官是默认你去空刀了 因为没法砍 无效刀 砍不死 对 所以就憋了 所以女巫起来很能逼 没能死 结果是戏剧性是女巫站出了边 对吧 然后当第二天狼砍死的时候 女巫没救死 认为四号家是个子刀 反正读了个射魔能 射魔射死三 那时候我们当时觉得狼是天狐的 因为牛其实很裸嘛 我们再不吃了 可能很裸 对吧 但是最后 因为武汉内的一个人DQ行为 导致了没有狼高能了 所以变成了便宜 导致了狼最后维持输掉了 所以这把狼队很可惜 好吗 我们先投过狼队MP 狼队 好人 三二一 我知道你们会给7的 我先说说为什么给9嘛 给9是因为 虽然我成了他们投的10号家是个狼 是个狼 但是你们这边4号家 10号家4号家4号家2 就一定会先投2 这是基本逻辑 因为4警会留的是2 警会费给8 哪怕女士士郎 一定先投2 因为2是4的查杀 那你们投10 我可以意解为 你们就是已经不准备 降低4号家 你们是已经认为 你们自己站出了边 那轮投2的人 就一模样 就是9号家 他认为自己是降低边的 他都是2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9号家最后会投8 这是我认为9号家 可能比 我先跟你说一下 投2的不止9一个 10号也投了 投2的有3票 投10的也有3票 因为警长多了0.5票 上号10号就觉得 6号玩家摘亏的情况 就是天亮了 当时比赛宣布暂停 然后6号玩家没有听到 继续摘亏 这是因为如果是 在法官没有宣布 你摘亏的时候 你摘亏 我们会判你DQ 但是第一局比赛是因为 因为比赛出于直播原因 要比赛暂停 而当时信息还没有传递到现场 而导播已经把画面变成暂停了 而6号玩家提前摘亏 但并没有影响场上任何形式 因为这是警长的竞选环节 所以不做处罚 如果是两个人 如果是两个人投了2 那我可能会给10 当时我约9号来一个人是投了2 其实坚哥我跟你讲 你说的没错 首先战队变很关键 但是那个轮次不把狼投死 好人机会很渺茫 这也是既定事实 对不对 不能因为最后你投对了 但是投死10也是有很大勇气的 10号毕竟不是任个平民 他是挑了一个射梦人 对不对 而且我说实话 从场上的局势来看 投死2的难度有点大 很大 有点大 有点大 而投死10的可能性略大一点 但是我能够理解你 因为他们是硬插扬错 投死了10 正好是个狼 因为其实11号是射梦人 对吧 他们是硬插扬错 投死10 但其实他们是站错边的 这个我都可以理解 我也没有 我没有说8号 包括8号也很优秀 但是最后一个轮次 为了求稳 选择了最保守打法 从游戏的角度上 我可能会选9号 因为文智老师有一句话 我说的很不同 你先站边 这是从游戏的角度 但按照华山论件 MVP判法的一贯标准 轮轮做好事 而7号玩家没有瑕疵 89略有瑕疵的情况下 按照我们一贯的标准 是判给7号玩家 我不否认8号9号 都很有 包括女巫虽然第一天错了 能够回头 因为好人最可怕 就是你不回头 你永远错 你永远错呢 好人怎么赢 对吧 都可以 但是相比起来7号 表现的还不错 好人还要感谢女巫 第二天没有跳出来 要不然10号还不一定出局 游戏怎么 最后是什么结果还不知道 对吧 所以我按照余罐的标准 给了7号玩家 毕竟 他没错过 对吧 那我们再投一次吧 3 2 1 我是同意说 但是我希望就是 如果 这是肯定的 对 这是肯定的 站边一定是狼杀基础 你能把 你哪怕外局点那三个狼 你边站错 我认为你第一步就是错的 对吧 因为这是个夺基净 美局的形式不一样 一定是根据当局来 决定 对吧 因为他们投时 无非就是认为 自己站错 边投的事 不然一定会投啊 对吧 好吧 那么投个狼队尽力 狼队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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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看 狼队尽力 3 2 1 只有1 我在1 2里面 救救 我相信我就只有1了 因为女巫信了她 不救死 多的是1 虽然我不知道 是出于什么心理 但的确她骗到了女巫 而且也因为 她的骗到 导致死亡家 死亡 受命的死亡 就是零锁反应 所以我认为 一号玩家可能 虽然被很多人 没扔下 但是她只要骗到成功了 她就成功了 对我想要一号玩家 因为我们不去讨论 她的发言本身好不好 因为这很带主观 它实际效果 对不对 因为这很带主观 主观的情感 因为怎么算好 怎么算不好 奥文家接茬杀 能扛这个手 跳射不论的 我也是真的很厉害 我认为 虽然次郎同伴 当时就跟君哥在沟通 我说这有什么意义呢 两个随便投 不如弄一下 说这人我觉得 10号不怎么样 就投8 9 但我认为 一个接茬杀 他能扛一个跳射不论的狼 真的是太牛逼了 我是做不得 好吧 我真的说 所以 哎呀 我认为还是神的一号玩家 因为他可能是狼队友 没收益的 好吧 然后我在 啊 本周系MVP是 7号玩家 建议是一号玩家 我在 我我一个种说法 就希望以后大家 打比赛的女性玩家 还是 少打点就是心态的发言 或者是状态 还是多盘盘逻辑上的东西 不要说历史 对 不要说以前 你们可以聊数 那个线下的什么数据库这类 就是 就直接一点 小刘瑞我跟你讲 我觉得做一个好人 不应该发这种言 什么老子不老子 做一个狼更不应该讲 对 就直接一点 他喷我喷我 就我们是指出来嘛 就因为其实 我们打比赛有很多女性玩家 其实玩家都很好 是小巴 或者青色叶子 其实他们都是比较偏逻辑的 很少会有做作 因为女性玩家 我们都会偏向 有什么做作流之类的 我希望各位以后 女性玩家玩家 真的少点做作 多点逻辑 做作是可以 但要合理放 因为也有做作派 说心里话 那我明明是站在那边 你们都站错边了 还投我 真的是 内心里面有人接受不了 因为叉扬错吧 然后站错边投死 但是讲那个话 是没有必要的 好人首先就不应该讲 但是狼讲 其实结束会更过分 狼会更不应该讲 对对对 好吧 那本就就是 我已经说过了 对 说过了 那今天比赛就到此了 所以选手也可以回家看 正盘的复盘 尤其是像文造说的 规则很重要 俗读规则很重要 包括功能狼不能自刀 投票必须规范 千古名言 无规矩不成方圆 好吧 那我们明天见 如果你玩狼人杀没有露脸 你就会一直遭人怀疑 而闷闷不乐 如果你闷闷不乐 你就会乱买机票去旅行 如果你乱买机票去旅行 你就会不小心 闯入神秘实验室 如果你闯入神秘实验室 你会被科学怪人追杀 如果你被科学怪人追杀 你就会蹲在下水道里 怀疑人生 千万不要因为玩狼人杀没有露脸 而蹲在下水道里 怀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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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句话 华山论剑 真他妈好看 确实好看 真他妈好看 坐在我身边的 就是本局的MVP 好人阵营 我们的小一点同志 这个 带我一下 恭喜 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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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把剥了完手 第二把就是背锅 那你第三把是不是MVP了呢 那是因为剥完手之后 那个晦气去掉了 所以第三把 就剥手剥手剥手 明天第一把背锅 这个小鼎哇 今天拿了两个MVP 两个好人MVP 好人MVP 也是小鼎一直所希望的 确实 这个 但我们季后赛 好像好人阵营开始翻盘了 我们大家可以关注 我们华山论剑的新浪官方微博 每周都会有一个数据报告 从一开始踢馆赛 狼人胜率最高是83% 然后现在渐渐渐渐 差不多降到50%左右的一个胜率 其实也确实 狼队有失误的地方 好人也有团结一致的carry的时候 那说一下这局 对于几张关键身份的一个分辨吧 首先我个人打狼人胜率的理解是 就无关他的底牌 他只要发言 就共享听感 其实我的定身份的方法 是我喜欢带入到每张牌的视角 看他在这个位置发出的 是不是应该属于一张 正常好人牌视角的发言 就沉入到他的视角当中去 虽然蔡爆发第一轮发言像匪徒 虽然二号玩家底牌是个匪徒 但二号玩家说实话 他好人视角里面听着很像好人 所以十二号玩家保了二 十二是铁好人 然后九号玩家也是铁好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 我是完全不看战鞭团队的 我只是 我是先会定几张铁好身份牌 然后排坑 因为我对狼杀这个游戏理解 是十二减四 十二减八等于四 我是很少去直接打人铁狼的 我先给七张好人牌找到 我觉得四郎就裸作 打狼杀这些想法 好 然后 这个 明镜还打吗 打 这个 昨天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昨天是 两个敬礼 昨天两个敬礼 今天两个MVP 对 昨天还是我送你 去宾馆的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那请问第二局 为什么盲睹二号玩家 说实话 我跟弹幕 我跟弹幕说一下 我一定跟那个什么东西无关 我玩这个游戏 我完全不考虑这个 从来没有考虑过 我发誓 这个我可以发誓 这我理解 然后后来那个蔡宝帆也说了 他就是在装身份 他装身份吗 我以为他是狼 结果他是个好人 这很尴尬 那我还吃个背锅 没事没事 好吗 对对对 咱俩好兄弟 我们是那么多年了 对不对 四五年的兄弟了 无所谓了 对吧 一会今天自己走路回去 然后那个今天其实最后一局 大家也是半上迪式角 看完了整场比赛 其实狼队怎么说呢 到最后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因为还是对于规则上面的 因为包括那个五号玩家是吧 五号玩家应该也是这个新人 那个刚来华山 可能对于很多的严谨的规则 不是那么的熟悉 包括法官唱票的时候 那个那个手 我们刚刚也是看了那个监控录像 然后确认了那个确实晚出票 并且法官唱票的时候 开始那个弄了二 而且确实那手是 如果如果我不知道观众 有没有知会可以看到 那个我们监控录像 我们的监控录像 贼扭不许 就是场上12个12个摄像头 他是从下面对着你拍的 所以任何动作 包括声音都看得比较清楚 还是很可惜的 包括狼队第一刀 本来想一号玩家自刀的 后来变成了五号玩家自刀 但是我们的这个赛前宣读的时候 就是选手们 我们是七点半开始比赛 但七点钟选手是必须到现场签到 七点钟到签到之后 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为所有的选手 去宣读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 包括那个那个工农狼不能自刀 等等等等 当然当时 当时那个场上选手还提出了 如果我狼枪这个死亡了 我是否怎么知道我是否能发动技能 然后就是这些都是经验 就是你狼枪 如果法官宣布 你是狼枪 你知道你自己是狼枪 然后法官宣布晚上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一定不会自刀 而且不能自刀 那晚上突然宣布你死了 那你就知道 你一定是吃技能而死的 所以你就不能翻枪 所以狼王是不能自刀的是吗 对狼王不能自刀 我也刚知道这个规则 你赛期宣布没听吗 听了听了听了 你到底听了没听啊 听了听了听了 七点钟你有没有到现场 在现场 你在现场 对 七点钟 我在玩手机 我在看华山驿站 然后没听法官宣布 但是结果还是挺好的 我现在知道了 我会跟我们派选手 好好去宣布这个 不不 你就当这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 熟度规则还是 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当然 狼队 那个第一天空刀了 其实后面还是有机会赢的 对吧 但蛮可惜 最后还是 女巫独射闷人 对 女巫独射闷人 因为FISH这位玩家之前 对 华山驿站也跟大家介绍过 然后前两天比赛 大家看到了 他是一个很 很想carry的那种人 所以骚操作 在华山上面 他已经很收敛了 平时 平时在大神图玩的时候 哎呦 天天 我听到动态底牌 天天动态底牌 平民跳女巫 然后说 我站队变了之后 他也不管别人 在华山上面 已经很收敛了 当然 所以这个华山驿站 这么好看 也是因为 他来自全国各地 五湖四海 天南地北 各种各样 不同性格 不同玩法的 不同那个门派的选手 汇集到这一张桌子上面 然后产生了很多化学效应 所以 就是可能说 我认为 我们应该 应该是怎么怎么推 怎么怎么刀 对吧 但是其他 门派过来的人 他的理解完全不是这样 对吧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 小丁老师 作为东方之门的掌门 也算是交了一个 不错的一个答卷了 昨天两个敬礼 今天两个MVP 还有一个背锅 背锅那个事情 这个也情有可原 对吧 然后 就是之前 经常看我们 华山驿站的观众 也知道了 我其实平时 一直在夸你 我听到了 你是听到了吗 对 就比如 EANMVP的时候 你想问我家地址 我也看到了 对对对 然后那个 就是 我所了解的 比如像陶乐 像东方之门 像我们东沟 还有 还有其他一些门派 他们是专门 让 就集中队员去训练的 是吧 根据华山的板子 去去训练的 但有些门派 可能往杀选手更多一点 或者说 在当地 可能 可能 一个小县城 但是我要主持 那个人玩狼杀 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对对 那至少 像东方之门 陶乐 他们是定期 在网上和线下 进行一个 赛前 训练 集训的一个过程 对 也欢迎东沟来 苏州训练教练 我会来的 对 我会来的 好吗 咱们这笔仗 还没算清楚 好吗 我印象 还有个印象 就是 华湘论剑 有一句 你把我归了 我当时还 生气了 对吧 对 那把我是 那把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好吗 好来 再握一下 这会儿 好吧 今天晚上 还是我送你去酒店 好 明天东沟加油 别带我们 明天东方之门加油 好 那么一会儿休息之后 我们是 赛后感言 以及 现在A组跟D组 新的一轮积分榜 一会儿见